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蒸魚十三的這一天 三味幾乎家家戶戶都會吃他們的傳統美食菜茶 有魷魚、有臘肉、有荷蘭豆、有粉絲 有山菜、有椰菜 有十三樣東西 有十三樣東西 加花生、肥仔米 有菠菜、香芹、大薯 滴蛋 滴蛋 這些花生是我們鄉下最有名的公平花生 公平花生不是炒的 是石米,石仔熱了,不熱氣的 煮完之後很脆很爽 放一頭半個月都沒有問題 沒有風的 它沒有炒、沒有炸、沒有油的 用石來炒的 用石來炒的 所以它沒有油炸的效果 粒粒都不大粒 公平花生 很漂亮的花生 粒粒都不細粒 細花生 這些湯裡面有茶嗎? 湯裡面呢 它是沒有茶的 它現在是演變了 以前是用茶來沖的 現在它是用濃湯 即是煲骨頭湯、豬骨湯 好喝一點 豬腳 這個菜茶是幾時才吃? 十三 蒸魚十三 蒸魚十三 家家都要吃 家家都有的 整條村呢 如果在鄉下 現在東家吃完吃西家 西家吃完吃張家 家家吃兩三碗一路吃過的 哦 是不是這些味道都是一樣的? 一樣的 但是炒的質地 師傅炒得好吃些 又不同的了 各有千秋 但是現在我們年輕人不認識了 我都有一袋筷子來吃 用單瓷筷子吃嗎? 單瓷筷子吃嗎? 是單瓷筷子 是單瓷筷子的 是單瓷筷子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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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年輕人就 熱了 熱了 開風扇 吹吹吹 吹吹 吹吹 好 那我就用單瓷筷子來吃 丁 吃 有意義的 又要切又要買又要備 準備整個早上 多謝阿姨 多謝 謝謝 在薩米吃菜茶 就有添丁添福添壽添財的意思 吃菜茶是不可以只吃一碗的 主人家會好熱情地不停和你添 添菜茶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說米米米 這樣說的意思就是說 添福添財添壽你都不要 所以就要說喝喝喝 吃得越多主人家越開心 而且最好吃的碗素就是要雙素 在蒸魚十三的這一天 三米家家戶戶都有做菜茶 菜茶吃夠雙四季平安 菜茶吃夠堆大富大貴 吃了菜茶大金大玉 吃了菜茶身體健康 吃了菜茶天運添福又添財 用一支筷子來吃我始終都是不習慣 最後都是拿了一對筷子來吃 加碗的 加碗的 非常舒服 非常有感覺 不會飽受的 不是健身的 不是健身的 主人家就會好熱情地不停和你加菜茶 你吃得越多 他們越開心 你吃得越多 也代表你今年就會天運添福有添財 主人家真的很熱情 添福添壽 添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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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個人一直在吃菜茶 但碗裡一直都是滿的 散美的菜茶在散美人的記憶當中 是無人不知巧的一道家鄉美食 做菜茶不單單要買要選材要切要做 要炒要煲湯 樣樣色香味俱全 菜茶不單單只是簡單的菜茶 它還代表了朝鮮人的勤勞團結精神 自己家製的菜茶 是每一位散美人幾種家鄉的味道 無論是身在何處的散美人 都會時不時想回味和品嘗一下家鄉菜茶的味道 吃著菜茶 回味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菜茶是散美人難以望懷的家鄉美食 非常多謝辛苦做菜茶的海豐主人家 讓我可以有機會了解和品嘗到 這麼有特色的三美菜茶 如果有機會過來三美的朋友 記得一定要試試他們當地的特色美食菜茶 今天的視頻 正月十三三美食菜茶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